各位同学,你们好 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就要来接触一个非常厉害的概念了 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大数据时代最常见而最火的一个名词 数据聚合,aggregation 那讲这个之前呢,我先来总结一下前面大概四个半课时 我们学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讲这些东西啊 已经可以让你做一个应用了 做个网站或者做个手游 那可以使用网络DB 来解决你的数据库存储 数据存储 没问题了,对不对 大家可以往里边查入一些数据啊 然后把它拿出来或者更新啊 都没有问题 然后大家也回了这个部署 但是当我们加大业大之后 就以咱们Math学院为例吧 这几十万个学生进来了 那我们针对这么大的数据 我们如何发布它的价值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 哪个年龄层段的同学 最爱学习 那前面我们讲这个东西就 好像用起来挺困难的,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写这个查询呢 好像写不出来 没法写这个条件呢,对不对 当然呢 你可以说配合 用这些查询再配合一些第三方的框架 比如说Math学院同时也在另外开的一门课 就是Hadoop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一个框架 可以做这种我们信息聚合的这种操作 但就跟我前面讲的那个全文索引一样 那需要引入一个另外的框架 那就增加了你整个项目的技术复杂度 有的时候你想你这个数据库就用了芒果DB了 你不想再用什么其他新的技术了 还得招人 还得学习 麻烦 就用芒果DB能不能做咱们这个数据聚合 还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或者统计的结果 可以 我芒果DB就支持数据聚合 那我们讲数据聚合之前呢 咱们也鸟枪换炮一下 咱们使用图形客户端了 前面都文字客户端 咱们这个讲数据聚合 开始用图形了 我用的是这个叫 RoboMango 这大家可以Google一下自己下载 用别的也可以都差不多其实 那Connect 你在这里可以创建个新的连接 你这里打你的IP地址 还可以给它名字 你这边可以输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都可以 你这个建好了之后呢 这边会多出一条了 我这个是IP地址是1920168 1.28 端口没改过 双击连上来了 这一打开 这列出来的是你的数据库 你一个instance下可以有多个数据库 对吧 我不同的数据库都列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前段时间用的 Math,Edo,Sour,Style 再一点 Collection 我们下面三个Collection POI 是我们这个前面用来做那个地理位置查询的 student 就是我说的放学生的 text是我们做全文索引的都在这 那比如想看看这个students里有什么呢 原来不得写个写条语句吗 那我们现在总是一双击就好了 全列在这了 那个也是不同的view 这个是竖情view 你可以展开 你可以看这个玩意儿较大的 那你可以使用表格的view 你可以使用这个纯文本的view 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图的那个过端 来做一下我们的数据的聚合 其实给大家直接改这个命令 我们数据聚合的命令 最简单的一个数据聚合的命令 就是call 统计一下 符合某种条件的数据有多少个 这其实挺有用的对不对 给我们统计一下年龄 比20岁大的同学有多少个 点这个下三角可以执行 三个 那我们再做下一个统计 我们可以用这个distinct 这干嘛用呢 就是它可以帮你合并 相同的 value 就是我们年龄合并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们数据库里有19岁的 20岁的 22岁 21岁的 当然我记得21岁可能不止一个啊 那它就跟你合并了 现在就共用了四个 我们现在数据库都有四种年龄 在我们的数据库里 这也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名字 大家有时候也挺常用的啊 好 那我们正题来了 现在我想看看 他们这四种年龄啊 19 20 21 22 这四个年龄吧 谁的成绩最好 怎么办 那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名字 叫group 那这个group 好 也是这样吧 传一个这个 object进去 我们先通过年龄来分组 对不对 然后 那我们要reduce一下 这个 我们提供reduce的一个function 它这个 两个参数 一个是当前的 一个是结果 我们没找到一个当前的 我们就给结果这个count 加个1 就没在这个组织中找到一个 就给这count加个1 初始count是0 其实我这个group是说 统计每个年龄层下 有多少人 可以看一下 错过 这里少了一个豆豪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就统计出来了 19岁一个人 20岁一个人 22岁一个人 21岁两个人 对不对 达到了我们第一步 统计多少人 那我们刚才想做的时候 看他们谁的成绩最好 怎么办 那我们分几步走吧 那我们先要一个平均值都好 我们都有个总值除以总元数 对吧 total gpa 是0 好 那我们呢 这个 result 这个 result total gpa 加等于当前这个学生的gpa 就等于把这个加到 加等于就等于 就是result.gpa等于 result.gpa加上currentgpa 就这个意思加等于 这个大家学过高级语言的话 会对这个比较熟悉 这我们total gpa也不就有了吗 那我们这个result.averagegpa 是什么呢 它就等于 这个 result 点 total gpa除以我们这个人数 这不就可以得到平均的gpa了 对不对 跑一下看看 就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这个里边放的是初始值 然后一统计跑完之后 这个total gpa就改了 因为我这个新的gpa加上去了 那19岁 就是只有一个人 3.97 一个人 这个一个人的3.3 那我们 3.68 然后这个是7.2的平均gpa 就是两个人 总的gpa是7.2 除以下平均gpa 就3.6 就做到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是哪个年龄层 这个gpa 这个最高 对不对 但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人 没提供 没提供数据 你们小猪了 对不对 怎么办 这个你可以提供一个查询的条件 我们这个年龄层的条件 我们这个年龄一定要存在 这个好就可以把小猪留 稍打个多好 就可以把小猪给过滤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group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命令 我们给他一个key 给他一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是可选的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reduce的一个function 这个reduce的function 我们以后会在这个aggregation里频繁的遇到 其实很多时候就怎么写这个reduce的function 你能把这个结果一个一个的处理好 因为其实每次reduce就是传进来一个 这里就比较简单 每次就传进来一个学生 然后我们来改变我们的re造 根据新传进来这个学生改变我们的re造 然后把这个结果给你统计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group的一个命令 当然这大家现在可以记一下这个pattern 以后会不断的通过 我们会跟不断的深入能来加深 对这个reduce这种pattern的理解 这是没有问题的 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就是说大家就写一个这种reduce的function 来统计一下哪个年龄层这个同学 选的课最多 也是类似的这么一个做法 好谢谢大家 这些课就到这里